欢迎收看财经透视 因为复活节假期的关系 是刚刚过去的星期继续只有四个交易日 大市先跌后反弹 港股星期一急回 因为内地疫情升温 加上A股下跌 之后市场憧憬内地放水 大市连升三天 但整个星期计 恒指仍然录得超过300点跌幅 这个礼拜首先要看住外围 美国首位月职期 而另外要留意国家的GDP 公布完之后 究竟贬期之内会不会有些放水 甚至乎财政政策刺激经济 国务员也有提到 关于内需 都会有一些比较大的规模刺激 可以留意一些消费相关的股份 而另外上星期很明显看到 资金继续流入资源相关的板块 我觉得在短期之内 通胀的预期升温都可以令到这个板块 短期和上网的空间 去年9月做了45日咨询 就迅速在今年1月推出的SPEC 即是特殊目的收购公司的上市机制 第一只SPEC已经在三月挂牌 并且有多间公司排队上市 市场对这类公司的反应是如何呢 今年1月开始 SPEC或者叫做特殊目的收购公司 终于可以申请在本港上市 首间SPEC已经在三月挂牌 但上市至今大概一个月 交投疏落之余 股价更加一直潜水 当然我觉得这个和市场气氛有关 因为限制着只能够 专业者去买的时候 其实对香港市场来说 其实热烈程度相对来说未必太高 因为始终香港方面 散户的参业比率都比较高 所以散户不能够买的时候 其实对SPEC的发展 其实都有一定的影响 SPEC是Special Purpose Acquisition Company的简社 相对于传统新股 要有业务才可以上市 SPEC本身是一间空壳公司 上市的目的是为了进行收购 投资者买的是这间SPEC管理人员的眼光 可以令到这间SPEC发扬光大 但是这种几年前 在美国甚为吃香的公司 近期热情已经明显减退 今年头一季的集资规模 大概100亿美元 不够去年全年的十分之一 上市数目也只有不够100间 与去年全年大概700间相比明显减少 今年基金价格也好 或者说股价也好 其实都有一个明显下挫的情况 而你看回一些主要买SPEC的ETF 也都见到表现方面 没有任何一些明显的上升 我想这个都反映了在美国市场方面 其实相关的市道 已经是跟去年没得比了 这个都会影响到香港 见到在美国方面SPEC已经有这么久的历史了 也都之前有一个这么好的市场活跃程度 其实都冷却得这么紧要的时候 其实香港就有一个新的发展市场 相对来说 我想你说要搞活搞到很热 其实我想这个机会就相对未必太大 SPEC组在上世纪90年代 已经在美国市场出现 但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在上个月月尾还提出要加强对SPEC的监管 据报当地部分的投资银行 已经暂停SPEC的承销工作 大事上你看过去一年过去两年 其实美国都有很多SPEC去作出一些收购 但是是不是真的很多都找到 有些又便宜又漂亮呢 其实就不是的 甚至我们见到因为油资太多了 其实市场上冲拆着一些 可能未必说是太有质素 但是股值去到一个很夸张水平的公司 很多时候做完收购之后 反而你看到SPEC的股价 其实有一个大幅下跌的情况 有学者解释 之前SPEC在美国突然变得刺热 是由于SPEC本身的机制 在疫情反复底下一度占有优势 因为你做road show 需要安排时间比较久 SPEC是一个双得比较快的方法 你不用一早安排定半年以上时间 你都猜不到半年后的市场是怎样的 所以疫情紧要的时候 在美国SPEC就会涉到位多人关注 但后来多了人关注之后 监管当局都觉得会不会有些东西需要检讨一下 或者监管得多一点 所以也侧耐了SPEC 至于香港方面 在设定SPEC上市制度的时候 已经有较严谨的规限 例如在完成并购交易之前 SPEC只是限专业投资者认购和买卖 每中买卖的金额最少要达到100万元 港交所在月前透露 申请上市的SPEC已经达到双位数 但是徐家健相信短期内难成气候 时机选择了差不多一个市场最淡的时候推出 一开始的时候没有威胁势 有几个很出名 很多人关注的 透过SPEC上市的时候 就觉得整件事好像很差 始终要靠一些大的公司用这个方法去上市 然后给到市场觉得这件事是大公司前景后果都做 可能是好的方法 就是给到这个信息市场 有银行策略师认为 每种金融产品新推出的时候 都需要经历时间的洗礼 才能够被市场接受 不应该对SPEC的市场反应太早下定论 在全球央行来说都趋向收紧的流动性 还有最近甚至有战争的发生 令到投资者趋向保守 如果在现在这个客观环境之中推出一些新的产品 其实相信对于投资的接受程度 是需要有待去观察 还有要慢慢慢慢去理解才能够接受 当然其实任何一个新的金融服务或者产品 要在市场发展的初期 始终急升急跌是一个很正常的反应 Tonspec在美国开始流行起来的时候 有多个亚洲区国家都先后引入这个机制 李振豪认为每个地区都有自身的独特性和发规条件 本港要与区内其他对手竞争 仍然需要一段时间发展 其实相比于整个亚洲区来说 我们是第四个地区是可以做到这个SPEC的 之前包括韩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 当然相比于美国的SPEC的集中地 我们来说在整个亚洲区 无论在法规、市场的深度、宽度、投资者教育 相信都有待发展 如果以目标客户群来说 新加坡相信大部分是会以一些南亚 有潜质的生生代发展的企业为主 而香港相信是以中国为目标的客户群的 其实要SPEC的交投转活 始终需要散户的参与 所以梁伟文建议 当市场对这类的公司逐渐熟悉 可以考虑放宽给散户投资 要搅活SPEC的市场 其实我想一定需要散户的参与 因为如果你只是说专业投资者的话 其实情况可能和现在没太大分别 因为对于专业投资者来说 尤其是说一些机构的专业投资者 其实他要买一些非上市的公司 其实他们有很多个门路 例如我们有Perfect Equity 有些PIPO等等 所以我想对他们来说 不是对SPEC一定是有一个很吸引的情况 徐家健也认同 可以放宽SPEC给散户投资 尤其余金监管机构 亦容许一些股份可以单日大上大落 对SPEC反而设立太多的限制 我理解为何要保护投资者 但是过往几年看到一些大大只的 又或者是香港市场鼓励的 一些不同的板块的股票 虽然它开头的市场价格可以很大 但是也可以一两个浪跌七八成以上 那里蒸发的股值输在钱是可能一两只 就已经多了全部的价格加起来 所以如果投资者的角度来说 其实现在做的事不是很一致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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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节回来我们会看看本地的口罩工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交了不少学费 两年前我们投入的资金大概花了 应该接近八百万左右 最主要的钱是买了不合适的设备 不合适的材料 很多这些东西 而其中我们也幸运的 有其中一两部机是买得对的 我们才开展到整个口罩的业务 过程中我们用了三个月时间 生产比较顺利 而且除了单纯生产口罩之外 还要不断提升质素 例如要令产品达到一些认证 要求还要在款式上更多元化 才能吸引客户 一波的时间 基本上有口罩就可以了 他们也不知道口罩究竟是什么 可以这么说 就算我是生产口罩的 我也可以这么说 我也是完全不懂 什么是Level 3 什么是Title Aron 我也不懂 但是到今天 香港人很厉害 容忍布如何检验 它拒不拒水 它过滤效能行不行 戴起来舒不舒服 透不透气 它可能比任何人都清楚 我想全世界来说 香港人检验口罩 就是评论口罩的级数 是全世界最高的 随着生意占入街景 它去年开始 开设了自己的口罩门市 并成为集团的主要收入来源 前年的12月 我们只是在网销 之前 在前年的12月开始 我们开始第一间门市之后 我们络络地开了前后五间门市 门市现在占了我们总的收入 大概占了六成 其他网销只占了一成 分销占了三成 比例是这样 只是对于行业前景 他认为随着疫情退去 这个行业可能也要退下来 暂时未有详细的计划 口罩工业随着疫情发展 其实可能会消失 可能这样说 但是究竟实际的情形 会去到如何 但是到最后疫情降低 或者一个防备 生活那么厉害的时候 很多口罩厂都必须要退下来 我们也会跟着疫情去做 能够做多少 我们就做多少 这家口罩工厂的老板 原本从事贸易生意 包括口罩的出入口 后来经过朋友的邀请 五个人头之共五百万元 同样在两年前加入口罩工业 真正开起的时候 有很多奇难扎症 这些机器非常昂贵 比起平时 那时候大概是十几万一部 机器都炒到差不多百万 材料也是 像现在的熔吞布 现在的熔吞布大概是六七万 甚至最贵的都只有十几万 但那时候最低的价钱 都差不多是五十几万人民币一吨 而且最少你要买五到十吨 即是几百万 一开始就要预先订出去 而且不知道它什么时候送货 开始的五百万元很快已经用完 而且不少是冤枉钱 例如买错熔吞布花了过百万元 又买了不合适的机器 最终它自己再要投多七百万元 才可以令厂房运作畅顺 前期投约我们买了三台机 三台机每台大约都是四五十万 百多万元订了下去 然后机器来之后 发觉它完全做不到 它所谓的自动化生产的结构 不是很稳定 生产的时候 整天都走停停停停停停停 要有很多技师去帮你收拾机 经历种种波折 最终花了三四个月的时间 厂房终于可以成功投产 运作初期的订单量算不错 可惜情况很快就急转直下 2020年大概五六月的时候 突然疫情减退 所以又有非常急需求 突然跌至至近百成以上 接着我们六月、七月、八月的时候 就虚得很厉害 因为那时候我们的人手去顶峰 去到十二月份的时候 疫情又开始严重 我们就开始生意又稳定 在2021年开始赚钱 但每个月都赚得不多 大概都是二、三十万 虽然公司在营运差不多一年 已经达到收支平衡 但是它提到市场不断变化 令公司要不断改变经营策略 例如后期已经转做代工生产 OEM为主 我们差不多八成以上的生意 是做OEM代工的 就是帮别人一些品牌 一些IP产品做生产 另外一些就是我们会比较上 做多一些机构性的公司 他们买这些 有些是用来宣传自己的公司名 有些是宣传给客户用 当是免费的礼品牌发 以上两间口罩厂的经营 都已经上轨道 但是原来这两年时间 本港的口罩工业 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由2020年前 COVID-19未爆发的时候 香港只有几间 是真的生产口罩的厂 但是随着爆发 很多人去做这件事 然后突然之间有100间工厂 200个品牌 2020年 到2021年的时候 随着一年的租药 结束了, 结束了 真的少了一半 到2022年的时候 现在剩下的大概三十多间工厂 还有80个品牌左右 还在香港 他表示经过太弱流强之后 目前正下来的口罩厂 都具备了很强的竞争力 而且不少更加已经出口到外国 香港人真的很擅长 在香港我们的口罩工厂 他们不仅仅在香港这个市场 早在2020年的时候 他们的生产达到国际认可标准 ASTM和EN14683之后 其实已经是频频出口过去外国 甚至乎成为其他一些外国 因为COVID-19而申起的一些品牌 的生产工厂 M.I.H.K.这东西 已经是国际认可的水平 不过外国 不少地区已经开始不强制市民戴口罩 本港亦公布 会逐渐放宽防疫措施 香港的口罩工业 还可以存在多久呢? 现在还在香港的口罩厂 他们个个都很有质素 亦都很有实力 我相信现在剩下的这班人 是可以一直生产下去 要走的 上年都走了 太若留强的时代 我相信已经结束了 下周一 内地有多项重要数据公布 包括GDP和固定资产投资等 星期三,加拿大公布CPI 星期四,本港公布最新失业率 联通和招行公布季度业绩 星期五,本港公布3月CPI 过去两年受到疫情影响 本港经济难免受打击 但有国际拍卖行 反而计划在本港扩充营业 莫非本港的拍卖市场真的很好? 我们下星期看看,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